大家好,我是Den 以Copy Prince一路上,Daya就是希腺群等著名的演員宜僧雲 以及涉嫌辛娜格將接受警方全面調查 而因為與宜僧雲一起被警方調查的人還有狂狂的害很猜疑而讓網友們都驚訝了 根據韓國警方10月21日的消息 警方在調查首爾江南一家聲色場所毒品事件時獲得了有關宜僧雲等8人的毒品情報 而與宜僧雲一起接受警方調查的其他7人中 有幾名演員志願生,也有韓國裁罰孫女黃漢娜和烈犀生出身的韓索雲 黃漢娜在2019年因曾多次涉嫌與前男友Pagetian辛娜格而被判了緩刑 2020年也因為同樣的罪被判了有期徒刑 目前出越已經一年多了 而韓索雲是在2016年因與Big Bang Top辛娜格被判了3年的緩刑 之後前後3次又以同樣的罪名被判罪了 目前正因BI的事件與YG Yanghansel進行訴訟中 不過警方強調 雖然根據情報內容顯示 這些人在聲色場所住所等地西納格 但有沒有實際行動 目前尚未確認 警方計劃在下週左右確定特定的調查對象 以查明毒品類型地點和時間後 將其作為嫌疑人立案 而昨天,以曾永涉嫌毒品引起爭議一天後 以曾永的所屬公司對外聲明 將誠實的配合調查 公司還聲稱,以曾永遭到兩名與事件有關的人持續威脅 被勒索了315000萬韩元 並向警方起訴了這兩個人 因為以曾永出道22年來 從來都沒有引起過什麼爭議 一直都是有著愛妻愛子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 但現在卻發生了涉嫌在聲色場所西納格 同時被調查的人還有演員志願生 以及有多次前課的黃漢男韓沙喜 甚至所屬公司的立場文 既不是承認也不是否認 只是強調以曾永被威脅了 所以韓國網友們都感到非常失望 都有老婆孩子的人在聲色場所西納格 這已經就很骯髒了 還有什麼韓沙喜黃漢呢 如果這也是真的 就真的太衝擊了 西納格已經就很驚訝了 竟然是在聲色場所 還是跟想要成為藝人的演員志願生們一起玩 太衝擊了 沒吸的話會被勒索嗎 會不會不是大馬爾是更嚴重的呢 聲色場所的話百分之百就是那個 真的太噁心了 幸好許光漢出演的電視劇 以曾永還沒有開拍 因為許光漢我很期待了呢 幸好是拍攝前 我們真的對許光漢感到慚愧 我的大叔 是我的人生韓劇了呢 對於目前為止的以曾永消息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對於今天 中文字幕is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